最近消息来看到现在油店双掌大家都想尽办法省钱 但是我们来看看在桃园竟然有人是这样的省钱 也就是趁着半夜时刻光着身子在自作洗车的地方 这头十块钱不仅洗车他还要顺便洗澡 但这个过程刚好都被路过的民众拍摄下来 手里拿着海绵站在黑色轿车旁来回的刷 挡风玻璃也不忘戳个几下 洗车洗得好认真 不过这位先生未免也太大胆了 这位天体哥不知道是天气太热了还是怕衣服弄湿 竟然全身光溜溜一件遮蔽的衣服也没穿 就在自助洗车场洗车兼洗澡 原来这位大哥是趁着深夜跑到桃园一家自助洗车场 可能以为半夜没有人会来 就一个人把自助洗车场当成了自家的庭院 拖光光洗车 好巧不巧有其他的车主看到拍下了影片 称他为天体哥 还特别著名油电双掌加尽困苦 断水断电 所以只好在自助洗车场投币十元 除了洗车还可以顺便洗澡 只是这样离谱的举动不止容易着凉 恐怕已经涉及了妨碍风化 中林新闻简正风王一仲 桃园采访报道 桃园采访报道